大家好 我是欢迎新 今天我们继续带来直播的视频 对 当然年也过完了 也是晚年祝大家一下 晚年幸福 好久没有见孙权主了 现在因为军阵的环境 孙权主的存活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 我们也就是带来一场孙权主的视频 这一局是今天打的一个直播 顺便一看吧 我都没存 就是顺便正好今天打完 把这个自动保存来看 其实 这个跳了一个忠诚 然后前头流鞋 完了二号位的陈琳都可能当忠诚 对吧 就是二号位的陈琳向忠诚 对吧 流鞋也能当忠诚 所以我 而且巡游也能当忠诚 所以我直接忙了威胁比较大的鲁素 完了压了一下戒续素的骑手牌 这还是要搞鲁素 希望了鲁素动之前直接打死 这把忠诚打的不是很给力 因为忠诚在乱打 好好为忠诚这一波排 排差特别特别的强 但是行游也拔就有点 这 这一个宋词是绝对错的 对吧 我满状态 三手牌 鲁素你又不能保证打死 你怎么敢给我宋词 这不是给蒂蒙吗 所以我说了一下 鲁素不死你也敢给我宋诚 这个宋诚绝对不应该考虑的 你可以留的 对吧 这个技能随时都能用 也不急着一下 这下的话就会面临着一个蒂蒙两桃 完了让反贼根本打不死的状态 在天上有无国泰 对吧 张松这波强制了一个基本牌 还是蛮给力的 这一次 这一次留邪天命简直帮了我了 那我也不客气了 直接天命两个桃 防止地盟 留下按道理直接就别天命了 但是他天命就是帮我 我爸桃一清 防止一会地盟过去桃 打不死人了 那我们就基本上崩了 这张松直接一血 石材而得咸有 山莫大烟 鲁苏地盟 直接杀了一刀 开难 我想保牌了 因为我觉得要大之痕 这一把我们很难赢了 对吧 我要保牌大之痕 一会赶紧求爆发 打死鲁苏 所以我废血留牌 这是拿血线的资源换手牌的资源 这个我在曾经一个帖子上说过 但是很可惜的是 被冰凉的借许书提了有一张乐 直接乐我了 这一下比较伤 看一下陈琳的效果 陈琳这一次去杀刘 他在秒人的时候去拆加一马 当时我完全理解不了 这个时候不找陶吗 对方也没什么牌 对吧 我把陶都弄了 刘血肯定没有陶 要有陶我就不可能天 把陶扔了 对吧 这时候要杀人的时候 他竟然不去拆手牌 完了去选择 去选择去拆加一马 加一马完全的什么 如果他手牌就是一个陶子 这实在打的 本来能杀死刘血的 但也没有杀死 然后又出现一个错误 这个时候张松 刘血打不死的话 张松是一个吻死的人 陈琳不吃糖 送辞自己 其他没有孙子自己对吧 能回合那多过两张牌 去继续的秒人 但是他选择了去救一个 吻死的张松 这个张松救不活的 有些动物肯定死的 所以我这边已经不淡定了 就打成这样子你 怎么能去救一个 吻死的张松 不去继续的过牌 就赶紧爆发去秒人 这样子的话 直接死两个忠臣 都给大家觉得 是不是我们不好打了 其实这把 其实也不是为了转 因为是陆人局 不是展示什么思路 主要是展示一会儿单挑的效果 鲁苏这不舍得这波装备去地盟 这肯定要赌 无懈了吴国泰 因为我打主板 那个孙权也不是很好打 其实前头大家就别看了 权利有错误 反正也有错误 主要是往后打 这波我想赶紧去找机会去进 进单挑 主板内都不好打 出来联络 全部止痕 包括勒布斯数 勒布斯数我也不要了 过拆是一张输出牌 因为拆吴国泰一张 补义牌的话 就等于打了一点伤害 所以过拆是输出牌 我就留下了 剩下全部止痕 勒布斯数也不用留了 没有 就是要直接找机会一波 你看拆一个方天 等于打了一滴血 等于多了一张沙 这个大家好理解吗 而且拆的就是那唯一的一张补义牌 然后再不补义了 好吧 无中三张沙 看三张沙 我们能不能直接带走巡游进单挑 就好打了 余者祭出 聚者何存 加一马我想留 所以我丢无限了 这时候穿一个酒 穿一个酒就不打了 对 吃桃 有的朋友说他肯定开桃园 我直接无限了 但是我不想给对方找到任何去 顺手 捡一把顺手来 顺出来桃子的可能性 直接吃就行了 完了把它压了下轮 直接进那什么 当然人家也不愿意去开这个桃园 他不敢通诚 他想留一下 这个接续数肯定要压一我一波 我要求的直接进单挑 大家可以制衡 全部制衡 加一马什么无限 必须进单挑 不进单挑不能打了 再去打主反内的话 他们两个人压我 我肯定扛不住 对面是记得是一个名的酒 所以我先决斗 因为决斗 如果我先杀的话 出杀的概率要高于 那什么 这决斗一起就打不出来了 所以先决斗 看到没 如果我先杀 他置于一个杀 我的决斗都决斗不出来 要飞雪的 所以我先决斗 这个细节大家要注意 因为杀是所有牌里头 最多的一张牌 进了单挑 其实进了单挑 这个时候人家是神装 并且是觉醒版的戒许术 轮轮有一张锦囊 就是英姿出来的 是一张K牌 那我们要扛住开头 刚开始肯定是不好打的 那就要打孙权的单挑思路 这个就是讲孙权单挑思路 就千万不像很多人 孙权单挑司马懿都打得那么困难 对吧 我们先去制衡 这些牌都是消耗牌 对于孙权来说并不是合适的使用 所以先制衡过牌 这个时候输出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面肯定是找任何的锦囊 南蛮就继续的压朽 就是这个时候是很难打的 这个棋 这段棋是很困难的 制衡 制衡先过拆 因为外头有一张名无限 无中对我们来说比过拆重要多了 所以我先过拆 骗了无限 开了无中 这样子能提提供我牌的数量 让我后头更有办法去跟他周旋 如果先无中被无限了的话 就比较难了 这边挂了个闪电 继续的大制衡 这些决斗的时候都没有用 先维持状态 结果现在我都没有觉得特别好打 因为人家也是英姿锦囊 K牌比较多 饱了八卦 看能不能借过来 因为我觉得他不应该有那么多杀 这次我先拆了一件装备 因为我觉得闪电还可以再留一轮 先把状态优势打出来 现在我还不能保证我自己优势 对吧 如果能再打出一波效果来 我们就要求稳了 这波出了 这波把他的朱雀一扇一线 直接拆闪电 就已经把他神装搞光了 这我们就稳优了 并且有一张无限 这个时候就进入了孙权的状态 其实把前端那几局弄坚持过来就够了 反正先维持住过牌 只要孙权打出自己的优势来就是过牌 这基本上他就没得打了 保住八卦阵 拿了一会把青岗剑一弄 这边优先的先弄了一下他的手牌 看见手牌里头虚报了些什么 防止死 因为现在青岗剑破不了防 然后一会儿再出加一码的时候 我把青岗剑一弄就稳了 当青岗剑一没 对面就投降了 这个其实就孙权单挑的打法 但是我突然反应过来 这些人打得莫名其妙的 好 这个是八号位贾许忠诚的一局 就是很多很多 曾经我直播也说了 贾许忠诚适合二三号位 但是八号位孙特主的话 孙特主不是正常的主攻 对就八号位贾许的话 可以提手帮他觉醒 或者怎么怎么样 并且能打出乱舞的效果来 所以我们来看 因为等等 这局我下次做了 就专门做专题的时候 对 这个今天我就先不讲了 这是什么主 司马郎主 这个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一个我不推荐入手的武将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还有司马郎主 这就是做直播 起手强行去击军兵 这样子的话 离婚差也不愿意去离婚我了 哎呦 这 这个巡运中 这个驱虎卖的是真是太不理智了 后头还有鲁苏要动 不管鲁苏中鲁苏反 你都不应该去主动的卖这地鞋给我 这个洁明 对吧 不管他是反还是中 你这个洁明真是太浪费了 何况我怀疼 这个有点不太冷静 这个巡运 或忠信而死结束 或疑慢而不疑 杀了 就杀了一下巡运 鲁苏跳中了 这样子我们的降面还好 但是 鲁苏的第一波就降游了 就没有意思了 哎呀 这诸葛科只要强战鲁苏 传我将力 不得后退 这肯定的救折 这基本上就 这救不活了 鲁苏没有发动任何技能 这个忠诚得也没有啊 就鲁苏等于把一个白板打了一下 完了就过了 这时候 其实我感觉好像并不是很舒服 对吧 武艺跳了一个内奸 这巡运千万别死 巡运死根本没得打了 还好一个杰秘 此为汉陈 过河拆桥 顺手牵羊 过河拆桥 这边 桃园肯定是开不出来了 所以就直接直接军兵 而且有离魂产 我不想留太多的牌 所以军兵过一张 过出来个无限军兵完了留一张 无限了寻语 让寻语动 这一次军兵体现出这个技能的作用 过牌的作用了 让寻语动 刚才我还断杀 断的也够恶心的 哦呦 这一波南蛮给利亚 雕虫小技 不足挂齿 好漂亮 这还捡了一刀 可知我诸葛一世 家学渊源 如果打死的话 起码有转环的余地 不过那对面桃也比较多 不过寻语好处是 他还吃了一个桃 而且灵桶 灵桶没有旋风 木马拆不掉 木马一头一张闪 并且通过我的军兵 又给他补了一张闪 那这样子的话 寻语还是比较安全的 不过这边灵桶开了一个无中 拆了一张木马 起码好处是我们军兵 又过了一张闪 后头有人靠杀的话 还不一定能杀得死 这边旋风拆掉 无疑一张桃子 这瞎不死 啪也不敢啪 这波难瞒 神奥才过了一张桃子 这波给牌 我不想给他人王盾了 加一码人王盾 我选择留一个 我留了个人王盾 到我卖两血 我可以去集回两滴血 先灌石 看他们打死貂蝉 我们再考虑后头的排序 神王盾 我想留一下 雕虫小技 不足挂齿 好 这样子一死的话 直接保 神装的同时 强保寻月 留一个五点驱火 完了 再留一个距离 下轮 避免说是 关师傅被弄掉 虚虫有些诸葛课也带走 可是我诸葛一世 家学渊源 父亲 也是我做错了吗 没啥 闪 给虚虫捕回这张闪 我把大闪给他 哼 没想到吧 这次去击 你必须用黑牌 你如果直接用红牌去击 选一三血 你选一三血 你三血就没有驱虎了 所以我用了一张黑牌去击 这样子的话你会自己不飞血 完了并且能发动军兵 你如果不去击的话 你也发动不了军兵 这样子能多过一张牌 二虎进食猎人得利 驱虎 真的没想到 刚才我可能解释有点错误 当时是为了发动军兵 发动军兵必须去再少一张牌 必须去击 去击的话不能给寻一卜 给寻一卜的话就不能驱虎了 所以我又要发动军兵 又要那个那什么 就用一张黑牌去击击 那这样发动军兵 那怎么 后头已经稳赢了 所以加快吧 给了一张九 寻一是稳死不了了 这边开五果 五蟹继续干 借刀杀人杀 借刀鸣杀 再刹一刀 直接投降 所以这个也是再一次体现 我记得好几局司马朗银都是跟巡运配合 说明巡运 司马朗这个武将跟一些慢血流的武将还是能产生一点配合的 但是我还是不太推荐大家入手这个武将 那行今天这两场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 我个人感觉两个视频的质量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最主要是给大家去讲讲司马朗主 完了还有跟大家稍微交流一下孙权的单挑 因为很多人单挑的细节处理的都特别特别烂 尤其最近看直播的朋友 那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收看 大家下期再见